关于一些公务员发工呢,我想说的呢,还是大家多多的相互理解,是吧,因为目前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,大家必须共同努力来共度时间,是吧,其实宝达公务员的雇主是谁呢,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纳税人,是吧,我们是你们的雇主,可是我们这雇主其实生活的比你们还艰难, 所以大家只能相互理解,是吧,在这个可能的情况下,政府适当的说,我建议,2%稍稍再加一点点,但是不可能加的很多,工会的会员们也需要你们尽快结束罢工,回到工作岗位上,为绑大公众服务,这是纳税人目前最需要你们做到的。 最后再补充一点,关于这个特朗罗基金会的这个事情,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,你这个什么事情,联邦什么事情,大大小小问题,不要来不来就往中国身上拉,往拉到中国,这个其实对我们国家的正常运作没有什么好处,政治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, 一说到中国,就像以前蔡英文政府一样,抗中和保抬,一说了反中,他立刻选票就上升了,这个呢,也会适得其反,前不久台湾的选举已经让蔡英文适得其反了, 我想,加拿大的政治人物,你们要总是操作反华这个议题,你们会引起华人社区,大多数华人的集体反弹,你们不要把事情逼到那个地步,不太好,我说完了。 对不起,不太好,我说完了。